上一期视频我们说到 闪干这个火妖童已经被引爆了 回汉两个民族开始了大规模的互杀 清廷派了好几员大将都无法平乱 慈禧拍板让左宗棠去平定闪干 左宗棠到达闪干后 发现回军不仅有大量的杀额武器 而且还有撑千上万个堡垒群 回军的兵力有数十万人 而左宗棠的戏中军 有战斗力的也就不到四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 左宗棠要如何做才能平定叛乱呢 大家好,我是索维 这个频道近期我会分享左宗棠西征系列 欢迎您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每周持续的更新 同时这是一个新的频道 需要您按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如果您也喜欢听左宗棠的故事 请在下方评论区回复喜欢 谢谢 左宗棠对整个西北的局势 做了详细的分析 他认为回军虽然人多势众 但是并不团结 回军内部的派系不同 互不同属 相互间素来就有很多矛盾 所以左宗棠认为 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分散性 进行逐个解灭 此时左宗棠脑海中 已经构想出了一个理想的战略方案 在此方案下 不仅可以平定散干的乱局 而且还不会使清军陷入长期的军事行动 现在清廷的财力 已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了 左宗棠构想出的战略方案是什么呢 这就跟散干回军的势力分布有关系了 当时在散干起义的回军 大大小小的势力非常的多 不过核心的势力才是关键 核心势力主要有宁夏金基堡的教主马化龙 西宁花似门幻的教主马桂元 河州称霸一方的军阀型大地主马湛敖 甘肃宿州的马文禄 陕西的白雁湖等 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要从教派开始说 康熙58年 也就是公元1719年 马明星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回民家庭 信仰伊斯兰教 九岁时他跟随叔父当卖家朝圣 在朝圣途中 他跟叔父走散了 流落到了野门 他被野门教堂的大乙妈母 也就是教堂的大领袖 收留做了徒弟 马明星聪明机智 吃苦好学 很受师父的喜欢 他在野门学习苏菲派教育 并完成了朝进功课 乾隆九年 也就是公元1744年 25岁的马明星回国 开始讲学 他开创了折合人业派 宣讲伊斯兰苏菲派的教育 同样是在国外学习苏菲派教育的 马来池 比马明星早十年回国 开创了虎菲洋派 开创了虎菲洋派的马来池 和开创了折合人业派的马明星 都是伊斯兰教中苏菲派的一支 所谓的折合人业和虎菲业 其实是苏菲派举行仪式时 发声的高低 折合人业是指高念大声 虎菲业是指低念小声 两派还有很多思想上的不同 比如折合人业说自己是穷人的宗教 在那个时候 老的伊斯兰教中 阿虹利用念经收取报酬是普遍的现象 在穆斯林家庭操办红白洗试时 都要请阿虹到家里来念古兰经 这样的宋经活动 要给阿虹丰厚的报酬 还要设宴款待 于是很多贫穷的教民负担不起 马明星教派推广的方式是免费念经 所以很多穷人都信奉折合人业派 当时虎菲业派和折合人业派 都有大量的信徒 而这两个教派的争斗也很厉害 主要是利益的争斗 两派都有各自的实际范围 马明星经常在虎菲业的地盘上扩张 最终导致了两派的冲突 闹到了甘肃政府那里 甘肃政府那里 称虎菲业派为老教 称折合人业派为新教 两派冲突时 甘肃政府调解不公 支持老教 打压新教 政府关押了马明星 马明星的弟子苏43 率领新教教众攻击兰州 要求释放马明星 最后清政府镇压了叛乱 并且杀了马明星 在那之后 清政府就开始支持老教 同时宣布新教是邪教 新教和老教的矛盾 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但是在当地的穆斯林 这两个教派都是正统的伊斯兰教门话 老教虎菲业派的教主 一直是世袭制 到赏甘之辩时 传到了马来池的第四世孙 马桂元 新教之和忍耶派的教主 原本规定是不是习的 要传贤不传子 但是经过了第二代 第三代之后 第四代教主 马以德利用教民们 敬献的财物 过置土地 经营教产 成为了富豪 就开始也世袭了 在赏甘之辩时 新教教主 传到了第五代教主 马化龙 他更是利用教民们 敬献的财富进行经商 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富豪 在这种背景下 马化龙当上了 甘肃新教教魁 自称总大红 老教教主 马桂元 和新教教主 马化龙 是他们所管辖地区 回民教众的 绝对领导者 在宗教 婚姻 财产 诉讼等方面 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所有的信徒 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清政府 一直都是扶持老教的 把老教派 作为政府 在上干的代理员 所以马桂元 被清政府赐予 戴儒品蓝领 被教众奉为 顶子太野 闪肝之变时 新教派教主 马化龙 是率先起义的 他在宁夏 金鸡宝起义 他要趁着这个机会 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老教派 虽然一直被政府扶持 是属于政府的代理员 但是 这个时候 如果不起义 就会失去 教众的民心 所以马桂元 也紧接着 在西宁起义 左宗棠认为 马化龙和马桂元 这样所谓 正统门幻势力的血脉 必须彻底战断 他们是要重点 被拔除的对象 但是 拔除他们之后呢 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他不可能 长期镇守在闪肝 清政府承受不起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他接下来 还要继续去平定新疆 闪肝也必须要 保持绝对的稳定 否则 他就会陷入 极度危险的境地 左宗棠觉得 他在消灭 这两个正统门幻巨头之后 必须扶植 新的伊斯兰教派代理人 这样才能在一段时间内 让西北安定起来 而这个新的代理人 必须没有正统门幻的血脉 但是 要有一定的实力 还必须是要依靠 清王朝的中央权力 才能维持他的权势 这样的人有没有呢 这时 一个人浮现在了 左宗棠的脑海 花寺门幻 是伊斯兰教虎非耶派的分支门幻 因为他所建造的清真寺 砖刻木雕 玲珑巧绝 七彩粉染 土岸艳丽 所以名为花寺 这一派就被称为花寺门幻 马战敖 是甘肃河州人 他20岁时到西安清真大寺学习 24岁毕业 回到河州 在清真寺当阿红 属于花寺门幻 马战敖在当地 是很有名望的宗教人士 有很强的号召力 在陕西回民起义后 他首先在河州响应 跟他一起响应的河州领袖 还有马海燕和马千林 他们被称作河州三马 马战敖善于用兵 他凭借武力 不断推广他的宗教 要汉人也信奉伊斯兰教 信了就可以免去雪光之灾 马战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对清廷的官员 普遍很客气 也就是他善于见风使舵 就是因为马战敖的这个特点 使左宗堂觉得 马战敖可能是一个 合适的代理人 马战敖识时务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他不是正统门幻的血脉 虽然他是虎非夜派 花寺门幻的阿红 但是他是平民出身 他没有马桂元和马化龙那样的影响力 虽然没有马桂元和马化龙那样的影响力 但是他在回族里面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样的人正适合做左宗堂的人选 左宗堂在心中内定 一定要收服马战敖 让他当清廷再闪干的代理人 这让做不仅仅是收复了大西北 更是为大西北的长期建设做了安排 但是左宗堂又对马战敖不能完全放行 因为这个人见风使舵 而且野心勃勃非常危险 所以他又想着扶植另一个汉族的西北代理人 用来压制马战敖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1864年陕西回军首领白烟虎在陕西南部起义之后 开始进攻陕北 他有一个疯狂的计划 就是烧毁皇帝陵 皇帝是中华始祖 烧毁皇帝陵就能断掉汉人命脉 皇帝陵被称为桥陵 历史上最早举行皇帝陵祭祀的是秦陵宫 然后是汉武帝率领18万大军祭祀皇帝陵 从那以后 乔陕一直是历代皇帝举行国家大戏的场所 乔陵保存着从汉代到今天的各类文物 白烟虎居然要烧毁皇帝陵 这可真是个疯狂的计划 当时一个汉人跳了出来 带领自己的队伍誓死保卫皇帝陵 两次打退了白烟虎的进攻 他是谁呢 他就是董福祥 董福祥1839年出生于宁夏雇远 他的父亲是当地歌老汇的首领 董福祥自小文人直爽 爱好练武 爱好打抱不平 不爱读书 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结交陆林众人 整天打架斗殴 甚至每天在赌场混日子 后来他越玩越大 经常往来欲帮会 做事心狠手拉 因此地方士绅民众都对他闻风丧胆 同志初年 西北乱局 董福祥等一批汉人又不想信奉伊斯兰教 所以他利用他父亲与歌老汇的关系 组织地方团练 保卫地方安宁 他的队伍建立起来后 很多人赶过来追随 当时安化县的拔总王葛臣 看到董福祥影响力不断扩大 担心生事 随便找了个罪名 就把董福祥给逮捕了 把董福祥压在囚笼中 施以酷刑 用废水烫他的头顶 有一个狱卒 眼见董福祥面对严刑拷打 依然铁骨睁睁 不由觉得非常的钦佩 就很同情董福祥 狱卒又谎报董福祥已经死了 把董福祥丢在荒野 让他听天由命 董福祥身受重伤 性命垂危 眼看就要死了 正好这个时候 一个老妇人路过 感叹事态炎凉 就把董福祥救回家中 喂他吃饭 又尽力替他医治 当时是战乱时期 饱受战火的人们都自顾不暇 因而普遍人情淡漠 而董福祥却有这样的境遇 他当下发誓 他一定不会忘记 狱卒和老妇人的救命之恩 当时董福祥虽然一无所有 但是他的武功和谋略经验都在 于是他号召四方 很快就重整旗鼓 在白眼虎要烧毁皇帝灵时 董福祥义愤填膺 带领团练誓死保卫皇帝灵 最终打退了白眼虎的进攻 一时间董福祥名声大震 1864年 董福祥接受环线限定翁剑邀请 防守环线 不久之后他又倒戈反清 他联络回军和碾军 在金鸡堡打败了清军 1868年 董福祥自封为 闪甘自卫总团大元帅 号称有三十万大局 索松堂对董福祥分析一番 认定董福祥可以招安 而且还可以重用 用他来控制假想的代理人马战敖 索松堂的手下都觉得 这很难理解 因为董福祥一直耿人的感觉是反复无常 在西北各个势力里面反复横跳 这样的人也能重用吗 如果重用了 他难道不会变成新一代的地方割据势力吗 但是索松堂认为 结合当时西北的局势 董福祥反复横跳也是有他的苦衷的 他的势力毕竟是比较弱小的 虽然号称有三十万 但是根据索松堂的情报方面探查 其中可战之兵也就几千人 武器又是极其简陋的 而他又是坚决保卫汉人的 所谓的三十万大军 基本上都是前去避难的百姓 在各方势力对他威逼利诱下 他依然不改出心 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局势里实在是难得 因此索松堂认定董福祥和马战敖这两个人 不仅是可以招安的对象 而且可以扶持他俩 在相互制衡中维护西北的长期稳定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两个人可都不是什么善茶 左宗祥要如何降服这两个人呢 1868年11月 左宗堂协助李鸿章平定了西年军之后 回到了西安 这时他感觉陕西大局已定 就加紧了进居甘肃的各项准备 左宗堂认为 要向降服董福祥和马战敖 必须软硬坚实 先用军事手段将他们打垮 然后才能怀柔招安 当时马战敖割据河州 左宗堂还没有到那里 但是董福祥却近在眼前 所以左宗堂决定先收服董福祥 在出兵之前 左宗堂先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顿 虽然左宗堂号称集结了12万大军 细争闪肝 但是实际上 这些绝大多数都是后勤 真正的可战之兵也就有4万 而且一路上有很多损耗 左宗堂认为军队数量不能过多 否则良想就是大问题 之前清军将领都失败在良想不足这个问题上 所以左宗堂整顿军队的第一件事 就是严格淘汰老弱病残 当时驻扎在陕西的清军 除了左宗堂的嫡系储军外 还有曾国藩划过给他的刘松山部的老将军 还有郭宝昌的晚军和黄顶的川军 这些清军数量虽然多 但是质量不行 这些部队不但但与差别很大 而且编制很不统一 有的名为一个营 实际上只有二三百人 而储军一个营的标准人数是五百人 因此左宗堂把这些军队 一律按照储军的编制加以整顿 与此同时 他的闪甘就地招募青壮年新兵 到了1869年初 左宗堂直接统侠了储军 已经有铺兵五十五营 马队十五营 共三万人左右 然后左宗堂就开始要对董福祥下手了 在新年军窜出陕西 回民大军推到甘肃之后 董福祥领导的汉人武装 由于大部分都是难民 不愿意四处流窜 所以仍然在陕北一带活动 董福祥也发现了 左宗堂带领大军正在步步紧逼 他摸不清左宗堂的套路 他想接受赵安 但是又怕左宗堂解除了他的武装之后 再翻旧账 他还担心左宗堂瞧不起他 赵安之后不被重用 因此他没有选择退出陕西 而是故意留下 摆出架势 一方面要跟左宗堂过两招 一方面又保持着退路畅通 于是左宗堂下令 在榆林隋德延长各驻一支军队 占据要地截断董福祥东渡黄河之路 然后左宗堂又派刘松山率领老将军 从山西渡过黄河 由隋德以带向西行军 直逼董福祥的老曹镇静堡 刘松山领军从永宁渡过黄河后到达隋德 然后他派部下先绕到西边进攻大理船 而他自己则带军到达小理船 刘松山这种夹击战术 让董福祥应接不暇 手忙脚乱 刘松山毫不客气 他下令军队全力进攻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急迫 刹那间 乡军的洋枪洋炮集中火力 进攻董福祥的堡垒群 刘松山在一天内就攻破了 董福祥的一百多座营垒 斩首六千人 俘虏三千人 解散两万人 董福祥一看 他的镇静堡外围防线 居然被刘松山在短短一天之内就攻破了 他大惊失色 此刻才知道湘军有多么强大 难怪湘军可以打败太平军和碾军 这时他已经是主力所好严重 清军还会不会再招安他呢 他本来想着笑一把 没想到弄巧成拙了 但是刘松山却觉得董福祥在军事上很有天赋 年纪轻轻 居然就能和老湘军打成这样 靠着粗烈的装备 支撑了一天 居然还没有土崩瓦解 也算是可笑之才 紧接着刘松山没有穷追不舍 而是看似步步紧逼 却又故意追不上 之后再一交战 董福祥的结衣兄弟李双良先被打败 李双良向清军投降 请求安抚 而董福祥此时也是被清军围追鲁杰 四处挨打 董福祥一看 李双良投降清军了 好像待遇还不错 于是跟着也就投降了 就这样 董福祥和他的两个结拜兄弟张俊和李双良 结束了长达六年的陆林好汉之路 投降了清军 索松堂下令 让刘松山仔细敲选 董福祥团列里的精兵 按储君的编制编为三个营 由董福祥张俊和李双良各带一营 授予军官职位属于五品官员 左宗堂对董福祥是有心栽培 一般投降的兵士 应该是被分散后塞进军队的 但是 这次左宗堂特意让刘松山 把董福祥的投降部队 编成独立编制 由董福祥居中统领 张俊居左营 李双良居右营 号称董字三营 董字三营隶属于刘松山的老乡军 作为日后进军甘肃的前锋 左宗堂在收复了董福祥之后 紧接着把目光盯着了战略要地董志源 董志源恶手上干两手的咽喉 而且自然条件优越 是陕西回军的主要地盘 回军在董志源有十八大营 而且和金鸡宝的马化龙联系密切 左宗堂又会如何收复董志源呢 我们下期接着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这里是一个新的频道 希望您可以支持一下 点赞和订阅 我会每周持续的更新 感谢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